昨天美国B-52轰大机从美国本土奔向了南海 其目的何在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那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各位见面了 现在站在35楼啊 非常感恩感恩大家支持啊 这个一路爬爬爬 对101楼来说呢 我们已经爬了三分之一了 那咱们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加油 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啊 我们要谈到在昨天 非常诡异的从美国 这个叫什么路易斯安那州 美国的巴克12代空军基地啊 这B-52轰炸机啊就起飞了 那起飞之后呢 就穿过美国本土啊 就朝的这个南海直飞而来 但是它这个诡异曲折的航线啊 非常的有趣 简单的说大家脑补一下哈 菲律宾对不对 下面是澳大利亚 上面呢就是台湾嘛 这个飞机啊B-52号从美国本土哦 飞过了太平洋之后啊 进入了什么 从菲律宾的算南边 进入南海 然后呢绕一圈啊 飞到越南啊 沿着越南的那个海岸线 再继续飞 对在电视画上各位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地方啊 这边就等于是 这中间就是菲律宾 对不对 那再过来一点呢 这边就是越南啊 然后它飞上去 再经过菲律宾的这个 北方啊通过之后返回美国啊 这条航线呢 可以看得出来啊 是诡异而曲折 一般B-52轰炸机啊 一般都有任务对不对 带着炸弹啊什么飞弹 它飞去就叫丢嘛 但是呢 这条航线这样飞法 看得出来呢 这个就某种程度上啊 是在这个 也是在展示美国在 这个亚洲地区的一种力量 力量啊 我有能力我能飞过去啊 但是这个B-52 各位要知道 这个涉及到空中加油了 一般航线来讲 这一去一回啊 除非掉海里啊 当然当时随行的 还有这个E-80C啊 空中侦察机 跟着走啊 当然这个美国卫星啊 什么大家都跟着啊 不然这个B-52挺 速度挺慢的啊 这个万一有什么闪失 那还得了 对不对 那个脸就丢大了啊 好 当然必须要承认一点 随着中国更加的自信啊 更加的自信啊 拜登政府现在面临的是 在亚洲的这种巨大的紧张的这种局势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四年呢 在中美这种角力的情况之下 实际上中国的军事发展力量是不断的在提升啊 不断的提升 这四年并没有终止 还是不断的向上跑 跑到很快 那这四年中的中间的变化呢 那当然不能跟四年前相比 那中国在这个地区 不管是经济力军事力的提升 让美国在处理亚洲问题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棘手 而且难以处理 尤其是特朗普 在过去四年 让中美关系紧绷到 简直是 对不对 那种简直是矛盾外交 他搞的就是矛盾外交 两边紧张的不得了 那当然这一次的飞机 去飞这个一趟 那稍早之前嘛 对不对 我们还说 这个美国的航母进入南海 其实目的呢 就是希望展示出 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那种态度 那从这张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是英国伊丽莎白 这个皇后号啊 已经呢 准备在最近 马上就要开春了之后 对不对 他就要来到南海 跟日本来军演 这个当然也看得出来 这个局势呢 让亚洲啊 现在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那原因呢 当然跟中国的崛起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中国的发展 确实从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你光是看 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们之前讲在 整个后疫情时代 他的表现非常的优异 当然再最重要一点 是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经济出现了一种萎缩 因为实际上在过去四年 在疫情之前 爆发之前 美国经济并没有 如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前 说要振兴美国经济 重返美国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企业 制造业 从中国撤出来 我们回美国去 自己做 No 没有 这个没有计划 没成功啊 打中美贸易战 说希望能够振兴美国经济 结果美国农业 美国经济有好吗 No 没有啊 因为他违反了自由贸易 的那种概念嘛 听说那些硅谷 好莱坞 老板都气得要死啊 中国巨大的消费力 美国空了四年啊 不能够进去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矛盾 好莱坞的大片啊 硅谷的这些电子设备啊 什么软件 全部都卖到中国去啊 赚钱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特朗普搞了 反而是啊 反自由化的结果 弄得美国经济呢 更差 当然没有碰到 疫情 在去年 美国经济啊 这个刚刚公布的数据啊 2020年经济萎缩多少 3.5% 经济萎缩 3.5% 大家说不多 才3.5啊 可是各位要知道 2008年金融海啸风暴之后 到了2009年 对不对 美国经济一塌糊涂 当时经济萎缩多少 2.5哎 现在是3.5哎 一个百分点 当时各位知道 华尔街金融海啸风暴 那个多厉害啊 对不对 不得了啊 那个全世界都 这个地震啊 美国才说2.5% 经济萎缩 这一次3.5% 失业人口 现在在领社会 福利金 将近一百万人 失业啊 能领的就是 刚刚失业的人 才能去领啊 你长期失业 的人不能领啊 对不对 就代表 刚刚失业的人 将近一百万人 所以现在美国当然在跟中国相比 他的经济是在下滑 对不对 虽然大家说 美国人还是有钱啊 美国人均啊 美国的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错 但是美国当中国在往上爬的时候 美国不但没上升 反而在下降 这个中间的距离啊 是慢慢的在接近 这是一个警讯啊 对不对 对 美国来讲 美国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啊 当然知道啊 对不对 那该怎么做 所以啊 就有一个人啊 就是最重要的关键人 在这个地方 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 布林肯 那布林肯是何许人也呢 乃美国国务卿 也啊 那当年啊 这个华人只要讲到国务卿啊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国务卿是干嘛的呢 就是总统的那个 密使一样的人物嘛 对不对 对 季辛格嘛 对不对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个季辛格 大概中国五六个领导人 都跟他私交胜睹啊 大家都不错 都觉得季辛格厉害 你从当年对不对 季辛格进入 让这个来跟这个周恩来的见面 那促成了这个尼克松访中 甚至中美建交 他自己在接受 很多人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 就是什么 中国解决了这个中美之间的问题 这是他人生当中啊 最大的成就 你看这特朗普上任的时候 对不对 干嘛 还跟这个季辛格啊 见了面 季辛格那时候93岁耶 2016年 还跑去呢 见了习近平 就有点像 太上皇特使那种味道 你知道 去带话 当然也看得出来 季辛格呢 这个都90几了 对不对 对那个权力啊 他自己都承认 他说我喜欢权力啊 对不对 他说我没有同情性啊 我我我我我喜欢权力啊 当然那很可惜 他没当美国总统啊 只当了国务卿 但国务卿的位阶 实际上啊 国务卿 对不对 你听起来又Secretary 对不对 但是呢 国务卿实际上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啊 他是所有内阁当中 部长的首席 有交通部长 商务部长 什么部长 对不对 有个首席 谁 国务卿 在总统继任顺位上 第四位 总统第一对不对 副总统第二 再来呢 是这个参议院议长 再来就国务卿啊 那理论上来讲啊 这个 这个当然副总统我们说 副总统啊 可是各位要知道 大家都也知道 副总统其实是 位高全清 位置很高 没什么权利啊 对副总统啊 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啊 当总统挂的时候 他马上宣誓 建认 称是校钟 对不对 副总统大部分都做的事 那其他副总统干嘛呢 副总统理论上不住白宫 也不需要天天向总统见面报告 除非总统说有事你来 否则呢 他就在他那个对接 椭圆办公室对接 艾森豪威尔大厦里面办公 那他能在白宫干嘛呢 吃饭可以 开会可以 过夜不行 好 所以副总统其实 基本上是个闲差 闲差 好 那这个 那就讲 那这个国务卿多重要呢 国务卿我们讲吧 这个总统每天起床 走到椭圆办公室 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国务卿嘛 要跟他报告 对不对 什么大事小事今天干嘛 对不对 今天要打电话给谁啊 对不对 今天要见谁啊 很重要 那当然现在我们回头看 布林肯 他这一次成为这个拜登的国务卿啊 当然过去他们有20多年的渊源 那布林肯今年59岁 你想20年前 对不对 他39岁的时候就跟拜登啊 一起工作 那可以算是长期合作的年轻才俊 但以美国政治团政坛来讲啊 他算青年才俊 因为平均都八九十嘛 所以青年才俊 那当然呢 这一次的这个拜登用他 也看得出来啊 因为国务卿最重要的工作 是外交事务的工作 那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外交事务嘛 那内政各州有州外管嘛 对不对 联邦政府管不了那么多 这种杂七杂八小事不归政府管啊 这个美国政府设计就是有一种概念呢 因为当时在帝制当中独立啊 我们稍稍这个展开讲一下啊 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当初在帝制当中建立的时候 他们就一定要削权 对不对 谁当领导人削谁的权 好 所以总统呢 只管外交 事务啊 内政 联邦 下面啊 有州 州有州法 州有管自己各州的事 联邦呢 看大局 看外面 有没有什么对外宣战 什么合约 就是联邦政府的事 是总统的事 所以总统呢 他不管外交呢 他还真没事干 你说总统今天啊 你不要管外交了 我跟你讲 美国总统就真没事干了 对不对 所以外交当中啊 重中之重 又在国务卿 平良心讲 拜登啊 年事已高 对不对 都这把年纪了 那这种事情啊 比如说 什么熬夜啦 加班啦 出差啦 去跟别人在那边谈这些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能力的人 信得过的人 对不对 布林肯 就是他选中的人 但是布林肯啊 虽然呢 大家说他当国务卿 之前大家都不认识他 但是在欧巴马任内 他当过副国务卿 也去中国访问过 对不对 什么 现在的外交部长 这个跟他也见过面 什么好像还有这个 许多吧 我看中国的这些 杨洁篪 这些都见过面 大家也都认识他 也都了解他 但他是一个比较 算是美国传统政治中的 干涉主义支持者 什么叫干涉主义呢 我们收拾休息 待会继续 经纬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刚刚讲到这个干涉主义 实际上呢 过去这是 有人形容是那种 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现代版 所谓干涉主义 就是呢 任何国家 如果 他们的国民 跟美国人没关 有人道问题 有这个人权问题 什么自由啊 什么价值观上出问题的时候 美国要去拯救 干涉 比如说像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 对不对 理论上这些事情 当年的时候 跟美国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除非那个911反恐 之前那些事情都没关系 但是我们从南斯拉夫开始 许多次 美国呢 就派出重兵 去干嘛 说呢 我去解决这个地方上的问题 因为他们最重要呢 干涉主义的概念就是什么 人权高于主权 比如说某个地方 也有内战 然后造成人民流离失所 人权受损 我美国要介入 这个跟你美国什么事啊 他们也不讲英文 也没去过美国 也没美国身份 那美国说我是干涉主义 对不对 我要进去 第二 最重要在干涉主义里面 还要讲 捍卫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捍卫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普世价值观是什么 就是自由平等嘛 对不对 这有点抽象 但是呢 他这个定义啊 够广了吧 对不对 只要我觉得 我觉得不自由 不公平 人权受损 我来干涉 所以美国长期在这种干涉主义下 被人叫成世界警察 也被人家很多人诟病了 夸的也有 骂的也有 当然呢 布林肯 他是一个比较倾向干涉主义的人士 从他过去的做法上来看 实际上这个布林肯 他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时候 虽然拿到78比22 代表大部分的国会 的国会议员支持布林肯 因为过去特朗普搞得太难看了 搞得太难看叫什么 对抗主义 跟任何国家都对抗 对抗 对抗 他没有不对抗的 他没有不对抗的 弄得美国呢 大国地位没了 全世界都讨厌美国 所以这次大家选布林肯 提名布林肯 拜登提名布林肯 国会立刻通过 比例很高 78比22 快快快去吧 对不对 那布林肯干嘛 布林肯就知道去的时候 是什么事 要拯救美国 我都觉得布林肯 现在有点像 那个专门修补皮鞋的 为什么呢 第一他要修补 盟友关系 所以布林肯上台 打了十几个电话 各国外交部长 一个一个打 挨着打 英美法日什么都打 干嘛 就是当然表面上 官方文章都说 谈气候啊 谈这个谈这个 实际上谈了很多 好 那当然呢 布林肯的个性 我们刚刚前面讲 他是比较倾向这种 干涉主义 所以你看过去美国啊 什么 对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都要表态 理论上 跟美国人有没有关系 没有啊 但是因为美国走的是 干涉主义路线 但干涉的东西啊 要有一个 适度 对不对 那当然过去特朗普搞的是 对抗啊 已经 何止干涉 我简直是 过去就揍你一顿 所以 没有人要理他嘛 所以现在来讲 布林肯 说面临的问题啊 非常多 他在美国国会通过之后的任命案 任命案一通过 他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啊 以国务卿的身份 召开新闻发布会 但是在这个当中啊 就不用问 不用记者问 马上他就讲了 对于中国的态度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讲到 对中国有抗 有对抗竞争 有对抗 有竞争 但不缺乏什么 合作 各位没有注意到 有对抗竞争 不乏合作 就是说我们会合作 我们也可以对抗 我们也可以竞争 但意思就是说 竞合啊 对竞争 合作 的这种模式 实际上是延续了2008年 欧巴马上台时候的中美战略 对不对 但是这个国务卿 非常的重要啊 因为 攸关美国 未来外交事务上 所扮演的角色 各位不要低估哦 说哎呀 这绝对是拜登拍板定案 是没错 但你没给他意见 他拍什么板啊 对不对 就像季辛格 当年 给尼克松的那种 向中国倾斜的这种 实际上定调了之后啊 玩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季辛格一直认为啊 中美之间必须透过 和谈的方式 交往 对不对 绝对不能对抗 一直以来历任总统哦 都请季辛格啊 坐上兵 对不对 幕僚都去问 哎呀这个季劳啊 对不对 这个我们现在 当了总统啊 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季劳就 啦啦啦啦讲 讲讲 就是中国啊 必须要用一种 比较柔软的方式啊 去接触 但也不能否认季辛格啊 你必须承认 人家厉害 他这一辈子去 去中国访问70次 70次啊 对不对 一个外国人去中国70次 50次 官司访问 20次 私人访问 对不对 你就知道他在那种 这个中国 对中国的了解 对不对 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历届总统啊 上任第一件事啊 记老记老 来来来 给一点意见 给点参谋 那当然呢 这个布林肯啊 他的这种 分量 还不到季辛格的位皆 但是布林肯 他一定会有一种想法 因为跟他过去的这种 倾向性有关 因为过去因为他支持干涉主义啊 所以也是现在成为他 在国会当中被一些国会议员啊 投反对票的原因 就是什么 在伊拉克 叙利亚这些战争当中啊 他是支持出兵的 其中之一 对不对 理论上他让美国卷入中东战局 让美国的利益受损 让美国 美军的士兵阵亡 让美国无法抽身 让地区更加的混乱 对不对 当然现在如果秋后算账 当年的中东 在这些美国介入中东 布林肯是赞成的啊 对不对 干涉主义啊 所以在有22个国会议员 投反对票 说这家伙啊 有问题 反对 对不对 但是还是多住78说 快吧 快去救救美国吧 美国的外交啊 快玩完了 布林肯快去 所以在现在来看啊 这个当然到今天啊 解稿为止 中美双方还没有进一步的接触 但是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啊 记者会上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计划计划 4月22号 他要办一个呢 气候国际气候峰会 对不对 气候改变峰会 峰会的概念是什么 领导人参加 他说是视讯的方式 因为疫情嘛 对不对 我4月22 召开一个视讯 但只是领导人见面哦 大家在上面 这个视讯会议 那当然呢 中国如果照这个参加的话 那谁 习近平咯 美国谁 拜登咯 虽然他们不能面对面的这个辟事密谈啊 但是呢 至少可以在这种视讯会议上 4月22 第一次碰面 席特会 可能是视讯方式 因为现在疫情那么严峻嘛 但是呢 看得出来布林肯 虽然呢 他还是干涉主义啊 是他的基调 但是我觉得 过去是副手 现在当了真正的国务卿啊 他更有这种历史使命啊 扛在肩上 他会更加的斟酌 处理中美关系 对不对 他在这边已经讲了 对不对 对抗竞争 也不乏合作 这个跟过去蓬佩奥 的路线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有人说 前面不是讲啊 他用B-50号去绕一下啊 对不对 航母又去南海 哎呀那是绕给这些盟友看啊 安心啊 我美国不会抛弃你们啊 我还在这里啊 对不对 我有能力啊 但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 对抗竞争 也不缺乏合作的关键 要有 对不对 我有你的军事能力 但我们不一定要用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啊 继续合作 所以当然 这个就需要观察布林肯 下面该怎么走啊 但是从他过去的这些可以看得出来 布林肯的政策呢 会 比较有手段 柔软的方式 去尽量的让中美之间的关系呢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啊 美国不能这个降格嘛 对不对 也要还是要维持一个大哥的风范 但是要考虑到中国这四年来的变化 那当然有些人说可能在科技啊 或者在贸易啊 在方面这些问题上啊 去展开 甚至也有人说呢 布林肯可能甚至把战场 从亚洲啊 移到欧洲 移到非洲 因为中国在这些地方啊 力量影响很大 对不对 我把战场快点移走 降温 亚洲降温 可能我跑到欧洲呢 在那边去跟中国玩 这都有可能啊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未来的局势啊 是大家非常的关注 会如何的发展 也是让我们高度的关心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啊 当然呢 在这里节目的最后 要跟各位啊 特别预告一下 下周一啊 是新西兰的公众假期 奥克兰日 那休假一天 节目暂停一次 那我们就呢 在下周二 二月二号准时空中再见 在这里祝各位周末愉快 欢迎各位留言 我们下周二见咯 拜拜